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ROW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何太跟何伯這件事 左繞右繞到現在已經繞了一個月 如果沒什麼新的問題 應該會慢慢丟毯 和我留意到一件事 不知何太和何伯是有心還是無意呢? 我見他們對那些粉絲群幾乎是沒什麼管理的 可能回大陸沒空管理的 不過這點就好奇怪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正常如果是想繼續走網紅的這條路的話 那其實那些粉絲群應該是要好好地經營才是的 但是他現在的粉絲群 開始一個接一個被人封鎖了 被人禁群了 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人在群裡舉報他 現在剩下的粉絲群其實就得回抖音 還有一個半個微信群 如果他是想繼續走網紅直播帶貨這條路的話 他繼續經營這些粉絲群 其實是正常好合理的一件事來的 不過現在他對這些群置諸不理 幾乎全線收皮又沒再開群 那就真是有點內人尋味了 而且你看他突然之間所有東西是靜下來的 就好似早兩天那一場直播 是完全打破了他們的發財夢那樣的 而之前也有同大家分析過 他如果是想要開一個新的帳號做直播帶貨 其實他在短期內是做不到的 現在就叫人去關注他的小號 而他的小號是沒人訂閱的 而且也都修修地皮 因為他這個小號應該已經是被人舉報到 半死亡 頭像沒了然後個名又沒了 片就只有一條他沒去經營 再加上他之前在直播亦都說 就說有同可白談過離婚 又說是你們粉絲要求 我們就好尊重你們粉絲講的東西 是可白不肯和我離婚 那這些跡象其實我自己有個個人看法 可能這個看法是錯的 大家下面都留過言 其實會不會他現在這樣突然之間收屁 就是想丟淡件事 讓大家不要再理他 之後他和可白的事沒有人留意得到 就算來了婚 都沒有人關注他沒有人理他 那不如直接縮到底 這個會不會是他的一個策略呢 反正在香港又賺不到什麼錢 咬可白份縱緩 然後住公屋 那跟住下來 在大陸本來想帶貨直播 那不過帶貨可以講得上夢碎 而且是會不停被人舉報 那最主要就是他 是想自己賺到盡 而且高估自己能力 那可能你會講啦 你說啊 那他不直播帶貨 和可白在直播和人聊天就行 那首先這裏要和大家解釋一下 直播聊天不是不行 不過他兩個可以講到什麼呢 你要知道大陸的直播來講 好多字都不講得的 不止好多字不講得的 和這兩個人 現在你第一次看他就覺得好過癮 但是第二次第三次去到現在你再看他已經是覺得好厭煩的了 而且他們所講的東西是沒有太大的特色 吸引不到人的注意 那我又看回你們的留言 那之前就有條片就備份了他兩個人的直播內容 有好多人在這裏說 嘩他們直播好悶 說他們看啊 看了十幾分鐘已經不想看下去了 包括我都是這樣 只不過是叫做留個底給大家看他講那些什麼 就硬硬看下去了 那即是說他在不爆自己子女話題的情況下是沒有任何可以講的 難道你叫他講經濟講歷史嗎 或者是講那些大家有興趣的話題嗎 他根本做不到啊 反應也都不夠快 和他是好容易講錯話的 他把口快過腦子 而且他最主要一樣東西就是他認知不夠 他認知不夠底下他是好容易好容易就拿東西 就只是他的抖音已經被人禁到他自己都不敢在粉絲群講話了 然後微信同樣的例子啦 那些粉絲群現在是禁到剩下的一兩個 開了整四五個粉絲群竟然被人玩到這樣啊 所以上一集就和大家講到發財夢碎啦 而且他是好似故意不再出聲 那這個部分會不會是和香港方面有關呢 為什麼我會說和香港方面有關呢 那之前都有一些小道消息啦 就說何太和何白被人告啊 就說他的子女去了屯門警署那裏告他們啊 去爆自己私隱啊 那這一點可能很多人認為啦 那始終自己老豆就無謂將這件事搞到上警署啦 但是在這裏提供另一個想法給大家啊 是什麼想法呢 就是如果這件事 他的子女真的走去告他的話 那其實他兩個是會害怕的 是會收聲的 甚至乎這兒子女是會發了個短訊 和他講我啊去了報警啦 你兩個最好收聲 那在收了聲的情況底下 他們就不敢再爆子女私隱 那跟著下來可能就會變成啊 他的兒子女之後 和他有個協議咯 你不講的話 我們就去燒案 你繼續講 我就要告回來轉頭 幾十歲人的啦 要罰款和坐牢的啊 那樣一罰的話 最高是坐五年牢 和罰一百萬的啊 那樣上你才見得到啊 阿河馬就在這裏 粉絲群那裏說 啊不關我事啊 那天好疼我啊 那麽諸如此類的說話 就說那份事呢 那份稿是可白寫的啦 那你見到啊 已經是有少少大難 臨頭郭子妃的味道啊 再加上提離婚 正常啊 新婚夫婦啊 怎會無端端提離婚的啊 一個女人或一個男人 是無端端跟你講得離婚的 即是說他已經有這一個想法的了 那所有事其實都是藉口來的 再加上他現在是有些反常態的 那些粉絲群那裏又不點出聲呢 正常啊 你不懂管理都好 你和那些粉絲維繫著關係的話 你仍然是可以割到要糾菜的嘛 那為何他開咁多粉絲群啊 其實最簡單一樣東西啊 他就是可以在微信群那裏 賣他想賣的東西做微商那樣的嘛 本來他就是想一雞幾尾的 那現在他有沒有這樣做啊 所以我自己看是很有可能 在香港那邊發生了些事 就令到他不敢再出聲 因為你微信那裏 怕被人舉報 其實你開多個小號 就可以解決得到啦 這些都不是什麼大問題啊 你見到啊 他可以講得上 是每一步都可以做得錯的 還有啊 你見到他呢 幾乎是走到每一步都是錯的 他在電視上面 直播上面 又裝得好溫柔好延熟的 但是去到粉絲群又變到另一個樣子的 那還有一點啊 這一點呢 我是最不明白的 那你都知道的啦 阿何伯是老人家來的 花不到多少錢的嘛 那何太都是四十幾歲 住在公屋 他兩個的消費應該就不會好多的 那為什麼他們要賣了對龍鳳鴨呢 對龍鳳鴨賣了回來 他說自己虧兩萬啦 其實拿著七萬多在手的 就算養了何太一個兒子 應該一個月是用不到好多錢的 就算日日出去周圍爛街 喝喝吃吃 用的錢都不會好多啊 所以我就不明白 為什麼要賣了對龍鳳鴨 有這麼多錢在手 可能七萬元對我們來講 不是什麼大錢 但是對他們來說其實多的啦 可以撕到好久的啦 想下咯 他二月份先一齊 來到現在半年都沒有啦 而他賣龍鳳鴨是近期的事來的 一個月左右的事啦 就拿著七萬多在手啦 那為什麼還有一件事會出現呢 這件事就是可伯的提議 賣了自己的路 有十萬八萬在手 那你根本用不到這麼多錢的 有無道理先 而且可伯每個月有生果金的嘛 所以我想來想去 是想不到為什麼要賣龍 為什麼要賣金牙 他賣了這些東西拿來做什麼呢 而且還講到自己是沒有錢開飯 是假裝可憐 還是另有隱情啊 就連可伯都不止一次 就在這裏講說要賣了金牙 所以這一點我是認為非常非常奇怪的 可能這一點都很多人沒有留意得到啦 那難道有些什麼不可告人的東西 要令到他們要用錢 那大家都知啦 阿可伯就回到去 阿何太的鄉下那裏 就給了三萬八元做禮金 那這三萬八元的禮金 可伯又哪裏出來的呢 這錶到底賣了未的 那還有一點 其實我都想了好久的啦 我們用一個比較正常人的思維去想好不好 那首先 可伯有四百五十萬 和女兒聯名做了定期啦 這一點大家都知的 那後來女兒就拿走了這四百五十萬啦 那我問你啦 如果你是一個正常人 你拿些錢去做定期 那你正常來說 不會一百%拿了自己所有錢去做定期的嘛 那這件事我想大家都好認同的啦 那就是說可伯應該是還有戶口有錢的 不會是一元都沒有的 那所以會不會有一種情況 就是那些子女知道你可伯有其他戶口有錢的 我又只是拿走你這四百五十萬 因為你有其他的錢在那裏撕 所以拿走這四百五十萬 不用擔心你任何東西 如果是這樣的話 整件事就講得通了 那因為其實我們之前都有同大家講過啦 如果你是怕老爸被人騙的 你說拿走他的錢 他就得回這四百五十萬 你一下子全部轉走他 那可能會令到老爸沒有錢用 沒有飯開的 再加上可伯應該就不只得一個戶口啦 他又說他做生意的 做這麽長生意肯定都知道 錢不會放在一個戶口的啦 還要聯名戶口 如果只有聯名戶口有錢 那買給何太的金銀珠寶 那些錢從哪裏變出來呀 難道你錄卡嗎 我打死都不信的啦 那就是說會不會有一種可能性 他是其他戶口有錢 然後在鏡頭面前賣慘 那你都知道的啦 他呀何太呀 就連是自己那個抖音 是因為證件問題 不能夠開通到直播帶貨功能 都可以講大話 又說是被人舉報 大家訂閱新號呀 那你也知道 其實他們應該是滿嘴大話的嘛 你公開在鏡頭面前講這麽大話咯 好多觀眾其實就不熟抖音的規則 所以好容易就被他騙了的 那如果按照這一個邏輯去想 那些子女拿了四百五十萬 不是一元都沒留給他啦 那整件事就應該是合理的啦 那爲何太一直抱著可白呀 那可能就知道可白手頭上是還有錢的 所以對鏡頭當然大意敢言那講啦 我要照顧好他 我要同他一齊 那總之說所有東西就講到好煙韌 糖痴豆那樣啦 那但是爲何翻一翻大陸就變成 我和可白呀有傾離婚呀 好尊重你們的意見呀 關我們什麼事呢 這些感情的東西你同他的事來的嘛 難道我們講幾句你同他離婚呢 難道我們講幾句呀 可白就不要你嗎 不會的嘛 那這裏會不會又衍生了另一種可能性呀 那那不知爲何解 就在這裏一直賣東西就拿錢去用啦 那正常這些錢是撕到好耐的 因爲你住個屋子的洗費又不大 兩夫妻出去飲飲食食洗的錢也都不會好大 而且上兩場直播帶貨是賺到錢的 同平台五五分之下都還有萬多元啦 所以對於兩個老人家來講是完全夠用的 那但是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突然之間變成說去談呀 是否有可能就是可白剩下的幾次 何太知道了和能夠處理得到呢 我用處理得到這個字 因爲這些字眼是用回何太的字眼去講的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底下能夠處理得到的話 那整件事就內人尋味啦 那當然這些都只是猜測啦 那但是大家又覺得有沒有它的合理性在裏呢 沒有理由一兩個月之內就要拿這麼多錢出來的嘛 很有可能就是我們回去直播帶貨 然後帶你見家長見你外母啊 那你準備好錢給外母做禮金 那所以就出現到剛才所講的東西啦 那目的達成了之後呢 就可能要開始想怎樣脫身 那還有啊 但如果它是第二個帳號 可以開通到這一個小黃車 開通到這一個直播帶貨的話 可能亦都會衍生另一個問題咯 是什麼問題呀 有人在裏講呀 有人留言在裏講呀 說何太大陸有屋的嘛 這個是網上傳的呀 說它大陸有層樓的 用過層樓去搞居住證便行咯 本身層樓是他們的兒子的名字嘛 那便即刻搞到居住證不用等半年咯 那其實這裏有個漏洞的呀 如果何太真是用它自己層樓 去搞所謂的居住證的話 那香港政府那邊一查呢 就查到你那個居住證 是掛著什麼地址的啦 即是說 就算它用自己層樓去搞居住證也好 在大陸其他人的屋企 借用去搞居住證也好 它都是會懶惰的 很有可能會搞到香港間公屋沒有了 那變成現在進退兩難了 現在他這樣可能是有人提醒過他的 不索性啦 不出聲啦 反正他現在應該都覺得可白是婦女來的啦 所以整日都同大家講 做人做事呢 最重要就是要自己有主導權啦 你沒有主導權在手的話 你就要等人家去施捨你 等人對你好 那是沒用的 就好像可白這件事那樣啦 他是沒有任何主導權的 無論對他的子女或者對何太都好 因為他已經是沒有了錢啦 他現在只能夠是希望何太 不要跟他分手 不要跟他離婚的咦 不過都這麼大年紀啦 他之後如果有些什麼病痛的話 正所謂狗病床前無孝子 何太去哪裡賺錢去醫他呢 這個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啊 現在這樣他跟子女又翻臉了 對著何太可能人家已經是開始同床異夢啦 因為已經在你身上握不到任何的價值出來啊 東張西望都上過幾次啦 上完東張西望之後 對件事有沒有幫助啊 沒有幫助啊 那雖然啊 你們是可以做到很短時間在香港爆紅 但你倆是捉不住這一個這樣的機會啊 可能貪心啦 可能想自己賺光它啦 那各種原因拼在一起 就變到現在每步都錯咯 甚至乎可能有一種情況出現 就是他們以為在大陸避一避風頭啊 就算那子女真是報警都不會找到他 但我同你講啦 如果那子女真是報警的話 你們一入境啊 人家就會的你回去的啦 不要那麼天真啦 要避始終都避不到的 這些是好小事的咦 最後我估計應該都和解的啦 只不過他們就變成收聲 不可以再講任何事啦 網紅知道都可以講得想斷了的啦 你們什麼都不敢講的嘛 就算啊 他們想講自己的歸房樂事啊 也都因為平台的赤道限制 是不能夠講那麼多的 所以他們應該是沒有任何辦法 是東山再起的啦 除非是發生一個情況 就是他們真是衝了開中環 銀行總行門口 拉橫額 讓銀行還回血汗錢 然後頭那裏 綁住白布 去這樣做 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我相信你們再開直播大貨 去控訴自己的錢不見了 真是去了現場去維權的話 我相信全香港一定又會再講返你們 但我看它兩個應該都是貪口爽在講的 誰夠膽真是去示威啊 只有兩丁油 一去到 拉橫額出來 銀行打電話報警 滴兩人走啦 蹲48小時先啦 到時不止子女告你這麼簡單 是就連銀行跟你玩完一份 到時真是問你死未 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講多一次這幾個問題 大家一齊探討下 可能你說完的東西 我之後會在影片講出來 那就是啦 何太對於粉絲群棄之不理 現在令到這裏群被人舉報到就來收皮 到底是為了些什麼呢 他是不是放棄了自己發財夢呢 還有啦 為什麼兩個老人家幾個月 就可以用到這麼多錢 賣了一對龍鳳鴉應該有錢 可以撕到一段時間的 還有啦 你認為可白會不會在其他戶口有錢呢 所以那些兒子女女先一次過拿了450萬走 那最後啊 在錄片的時候呢 就收到最新消息啦 那何太的微信號啊 就已經是被人限制了功能啦 是又再次被人限制功能啦 看來他在微信那裏群組 就算他想講話都講不到 有人有他的粉絲啦 就開群想拉阿何太入去新的群組 都是拉不到的 即是說他被人舉報的好厲害呀 那樣做的話 就算他有心想繼續行網紅這條路 都可以講得上是寸步難行的 就算他在大陸有他的粉絲群組 那都無用的 因為是討厭他的人 是多過喜歡他的人啦 那最後一點啦 你認為他們夠不夠膽 真是去中環人家總行的銀行門口那裏 拉橫額示威呢 下邊講講你們的想法啦 那我們下集見啦 拜拜